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品牌海报霸气出炉 光影搭配绝佳 粉丝 把摄影师挖过来吧 作为内鱼酷盖 王一博如今是能不营业就不营业 粉丝们都笑称自己粉了个微商 没有自拍照 先少有营业 粉丝们了解王一博近期状态 就只能通过前线战姐们 偶尔的拍摄和品牌方发布的最新物料了 2022年即将结束 王一博那合作的一众品牌方 也是不遗余力地发出了王一博的新图 在推出自家新品之时 王一博的最新物料也就这么走进了粉丝们眼前 而在众多品牌方物料之中 红米的拍摄绝对是最夺人眼球的 似乎如今的红米是越来越能get到王一博的裤盖属性了 在红米最新推出的K60的海报上 王一博骑着摩托似乎行驶在无边的荒漠之中 摩托车后面扬起一阵尘土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倒映在王一博身上 那影子延伸开来漫长而又气势十足 不得不说 红米这一次的海报绝对是一场足够引人入胜的大片 其中不仅有王一博最爱的摩托车 而且车后越来越浓厚的尘土也表示着 王一博骑车的速度之快 在夕阳的硬衬之下 倒还真有一种惊心之感 粉丝们在惊叹于王一博这一次大片的震撼之余 翻看了红米K系列曾经为王一博拍摄的宣传片 做了一个比较 从原本的30到如今的60 这其中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啊 原本的王一博只是单纯的拿着手机展示手中之物 延伸到后来以月作为背景 再到将王一博置身于花海之中 如今则是将王一博连同摩托车一起赛到荒漠之上 在夕阳的光照下 王一博则显得更为神秘 有种宿命的估计感 如此绝佳的摄影在一出来之时 粉丝们就被王一博惊到了 纷纷跑到奥菲秀的评论区 建议王一博可以把红米的摄影师挖过来 虽然不知道这K系列出图的摄影师是否是同一个人 但很明显 这一次的大片那是深的粉丝们的心啊 能够让王一博粉丝们集体好评的可不多 至今为止也不过一个造型师王一夺 那是但凡他出手 粉丝们就不担心王一博会被装扮得奇奇怪怪的存在 这一次的红米大片能的粉丝们如此称赞 想来也是十分满意自家艺人的这次营业了 从2019年12月3日起 王一博就开始了与红米的合作 如今也是有三年多了 从最初的K30到如今的K60 中间还有六个机型的发布 红米都给到了王一博足够亮眼的海报拍摄 粉丝们更是可以直接去线下专卖店免费领取海报 红米这份对粉丝们的真心 大家都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一般来说 品牌方与艺人的合约都是短待三个月 长期代言按年来签 王一博与红米的合作期限在12月3日之时就已染满了三年 如今王一博更是与红米新品共同出现 想来他们至少还有一段足够长的时间合作 能够在王一博为伙食合作 能够付以销量考核代言人 粉丝们能够免费领取大篇海报 红米与王一博的合作模式 那绝对是羡煞其他艺人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ma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ль Cord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